党参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较性平和一些 主要是一个补气养阴的一个药 它的功效呢 就是补气养阴 能够提高免疫力 能够抗氧自由基 同时呢 它还有一些什么 降血糖啊 降血压呀 改善机体内环境啊 以及调整机体内环代谢呀 党参呢 党参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就是说大部分病人都能吃的一个药 相对不像人参的可能不羊不气的作用 要大一些 有虚火的就不能用 党参相对还好一些 用起来比较平和一些 能够主要是一气滋阴 从这两个角度要用 但是呢 大家知道这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像药膳不能当成一个像食物去吃 一定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虽然它一气养阴 也得需要要均存着实的去配合 可能会达到更好的疗效 另外一个呢 党参的现代研究也非常多 咱们包括好多的一些 抗肿瘤的药里头 包括一些 补气 就是增加机体免疫的药里头 都有党参 但是不论怎么说 大家用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找正规的医生 系统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